嗨 大家好 我是阿姨莎莎 今天呢 終於要來開我裝潢完的新家了 那開始之前先來跟大家複習一下 我家還沒裝潢前的樣子 我家的格局是三房兩廳兩位 兩廳的部分就是有一個客廳 一個餐廳 兩間衛浴跟一個廚房 另外三間會規劃做一間書房 一間臥房 還有一間更衣室 然後呢 這一次的開箱會跟我之前萬華家真的很不一樣 因為萬華家我其實覺得當時我沒有什麼想法嘛 所以全部的裝潢都是交給小哉實驗他們設計 但是現在呢 我自己已經有一些裝潢的經驗了嘛 越來越知道我自己想要什麼 所以應該說我自己先做一個初步的設計 就是可能我的玄關要長什麼樣子 我就把參考圖片全部都貼給設計師他們看 他們在用他們的專業把我的想法融入到這個空間裡面 所以這一次我的家會整個走一個比較北歐法式的風格 好 那我們就來開箱 好 首先呢 要來介紹我的玄關 玄關呢 有分成玄關A跟玄關B 我以前在萬華家的時候啊 我家不是原本也有蠻大一片玄關兼鞋櫃嗎 可是我發現我真的是一個 我的鞋真的完全完全裝不下 就是我跟小哉實驗說 這一次請幫我設計兩倍的量 這邊主要是放一些那種 就是出門的時候會用到的東西 像是鑰匙啊 瓷扣 然後這邊放一些香香的東西 還有 現在不是每天都要戴口罩嗎 撕開 塑膠袋就可以丟在這個垃圾桶裡面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出門專用的區域 然後出門的時候我一定都會噴香水 所以這邊全部都是放我最常用的香水 我之後也會想要跟大家介紹一集我最愛的五個香水 可是我最近還沒有時間做 接著呢 就是我的鞋櫃A 登登 因為其實電箱在後面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做的都是活動 就是哪一天跳電了 或是發生什麼緊急危機的時候 就可以把這些都拆下來 這邊已經裝滿了有沒有 我還有一個鞋櫃B 這邊放一些修繩類的東西 這邊呢 主要就是放我的一些鞋子之類的 好亂 趕快關起來 緊接著這邊就是我的客廳了 真的超級超級喜歡我的客廳 我的客廳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有一個電視櫃 電視 這邊有沙發嘛 最難得的就是我的客廳旁邊是 接了一個非常大的大陽台 因為之前我在我的空幕影片 也有講過我非常的care有沒有陽台 因為我覺得陽台 它會有一個延伸出去的效果 就會讓你坐在這邊的時候 你感覺不是緊鄰的窗戶 可是現在有一個陽台 會覺得家裡好像外面 還有一個小花園的感覺 接著來看我的地板 它也跟萬華家的地板不太一樣 我會覺得萬華家的地板 它是很溫馨沒有錯 可是呢 因為它的顏色比較黃比較重 它會有這種定義整個風格的 絕對話語圈 也就是說 我萬華的家看起來就是比較日式無印封嘛 那就算我的裝潢怎麼換 只要因為地板是那個顏色 我整個房間看起來就還是無印封 但是現在我這個新家呢 我選了一個存在感比較低的顏色 就是有點像這種燕麥色 它有點帶冷色 但又不是太灰 具有那種木頭的溫度感 所以這種顏色會讓我覺得 比深色的地板看起來更清爽 其實木地板呢 我家有用兩種牌子跟兩種顏色的木地板 因為我真的抉擇不出來 我的客廳 餐廳 廚房跟書房 都是用阿爾薩斯的木地板 然後我的更衣室還有我的臥室 是用Pergo的木地板 你們看它們的顏色雖然非常非常的相近 可是不一樣的地方呢 是我覺得Pergo的地板比較油亮 比較潤滑一點 阿爾薩斯的木地板呢 V型的倒角會做得比較明顯 所以它每一塊跟每一塊之間的間隔 都是比較明顯的 看起來比較乾燥 然後會有一種很高尾度的 很像那種北歐畫廊的文藝港 所以我自己是更喜歡這個阿爾薩斯的木地板的 但其實Pergo那兩天我也蠻喜歡的 只是這個真的好像藝郎喔 我好喜歡喔 然後很多人來我的家的時候都會說 欸 你家好像歐洲喔 因為我做了幾個比較歐式的元素 你看我的地板 旁邊都會做一些線板的踢腳板 我有研究過那種我很喜歡的歐式的設計 裡面都會有這個踢腳板 然後還有第二個歐式元素 組在天花板上面 就是你們可以看到我的天花板呢 它也會圍繞一整圈的線板 然後這種線板都會讓天花板 感覺不是那麼的直角型 比較有一種歐式線條的曲線 接著呢來我們的餐廳區 我的餐廳區這個地方呢 選了一個手工木製的圓桌 上面放一盞燈 就讓它可以直接照到這個圓桌的中間 你知道一回家看到這盞燈跟那個圓桌 感覺真的超溫馨 會有一種回家了的感覺 然後然後我的冰箱其實也放在客廳裡面 大家還記不記得原本我的廚房裡面 建商它只有設計一個放細冰箱的空間 但是很多人都跟我說那個冰箱不要放在那邊 因為火爐在冰箱旁邊會造成危險 在風水上面也不是很好 所以後來呢 我們就把冰箱放到這個外面 然後也買了一個比較寬的冰箱 就不用買那個細細的塞在那個洞 接著呢在我的餐廳旁邊 就是我自己整個家裡面最喜歡的空間 就是我的書房 其實一開始我在開箱我的空屋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留言說 你怎麼不把書房跟客廳兩邊打通呢 的確這樣子空間通透的話是很漂亮沒有錯 但是我有些考量 第一就是如果你把這個地方打通了 那現在我們是三房兩廳 你以後賣的時候就會變成兩房 這樣子價錢會跟三房是完全不一樣的 再來呢是我考量到 其實我家會有蠻多人來的 剪輯師他可能會直接在我的客廳這邊剪輯 然後我家經紀人啊助理啊朋友什麼 或是以後可能會有男友 可能會有小baby 太遠了吧 反正我的家裡可能會不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我自己是那種沒有辦法在工作的時候被任何人打擾的 那我覺得很需要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空間 其他人呢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男朋友在這邊打電動之類的都有可能嘛 對不對 要為自己的未來有退路啊 然後一開始我買我這個家的時候 就有請風水師來看過 他說呢 你的這個家很好 因為它光線都很通透 但是你的客廳會有點吃不到光 除非你把這一面門打得大一點 可以讓外面的光線進來 那這個餐廳的部分也會風水很好 所以我真的超聽話的 我就整個把這個地方打成一個歐式的大門 我覺得這個超漂亮 你看是不是很多那種巴黎的房子或是美式 歐式的都會有這種 然後你們進來看一下我的工作室 我除了這邊有做一個收納櫃以外 其他全部都是用活動家具 然後這些呢都是我自己挑自己找的 到時候我會來做一集來跟大家分享 我怎麼規劃我的工作室 你們有看到有一個凹窗 這個凹窗也是我特別要求設計師做的 台灣真的很少案子會做凹窗 因為凹窗它很佔空間 它要用木座再包出來 可是你看 當你如果景很好的時候 你有一個凹窗 好像就有一個觀景台的概念 而且書桌旁邊都可以放一些小燈小植物 就等於說你的工作空間會變得更大 然後又會有一種被包覆住的安全感 反正我在這邊工作真的超級專心又很療癒 好接著呢來我的更衣室 我在萬華的時候就超級想要更衣室的 然後現在我終於實現夢想了 因為我想要我的穿搭打扮 全部都可以在這邊解決 就是可以看鏡子 很醜的話就再回去換 然後再拿出來這樣子 隨時可以檢視自己美不美 然後我現在要多了一個化妝桌 就是我可以完全化妝還有夾頭髮之類的 換衣服全部都在這個空間裡面解決 因為現在我們都還沒有盯牆 到時候這個鏡子應該會放到這裡 很多人的那個化妝桌 有些人都會買那個上仙式的 可是我自己以前用過很不喜歡 所以我現在都是買抽屜式的 有點亂 到時候這個鏡子也會盯起來 啊現在因為都還沒有找那個師傅來盯牆 這整個更衣室應該算是我家做硬裝行最多的區域 因為整個都包滿了那個系統櫃嘛 然後這邊主要是放我的上衣類 就是全部都會放在這一個 然後這邊呢放一些練衣褲 運動衣 這邊放我的包包 很亂欸 其實很多人來參觀過我家都會說 你這個地方應該要放開放式的精品包 這樣放一格一格一格的展示給大家看 但是我覺得我的包包真的很多 而且我是那種隨時會一直想要換包包 一直買包包的人 我光是搬進來三個月 包包就已經越來越滿了 放在開放式的話它一定會很亂 乾脆全部都關起來 就眼不見為近 然後這一格呢 它是一個轉角櫃 上面我都是放我的大衣或是外套 下面呢我放了一個保險箱 我在萬華家的時候 就真的覺得我超級超級需要一個保險箱 因為我的家太多人會進來了 助理啊朋友會來 每個禮拜都會請除蠻團隊跟打掃阿姨來 所以他們每次來的時候我都會有一點緊張 我都會需要先把一些重要的東西 藏在衣櫥的深處之類的 像是我的唇摺還有我的印章 他們應該也不會偷走 不過唇摺這種東西 其實被人家看到也是不太好嘛 還有另外一個真的 絕對不能被人家看到的東西 就是我的日記本 我的日記本裡面寄的東西就是 隱私低調到一個不行 我每個業配多少錢 誰對我怎樣了 或是我最近跟誰幹嘛了 全部都寄在這個筆記本裡 所以每一次我一大堆打掃團隊來我家的時候 我都會需要把這個死亡筆記本 裝到我的包包裡面 然後帶出去一整天 回家再放在一個安全的位置 現在我有了這個保險箱之後 我只要有任何人來我家 我就這樣 就是用指紋把它打開之後 那我就把我的筆記本 帳本 還有我都習慣把一大堆現金先提出來 因為我真的不喜歡一直去領錢 很麻煩 我都會先丟在裡面 關起來我就安全了 然後我買的這個保險箱呢 是發意金庫的這個迪士尼的版本 第一個是因為我覺得它很可愛嘛 再來呢 是因為它可以輸入密碼 然後也可以用指紋 你可能會想說那如果有人想要偷的話 就整個暴走不就好了 可是因為它非常非常的重 而且它裡面有做一個蜂鳴器 就是如果有任何人去移動到它的話 它就會發出那個超大 噢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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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而且它是完全防火防震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你的貴重物品都放在這個裡面 如果今天發生火災之類的 你人跑就好了 就算整棟房屋燒到金光了 重要的物品都還在 所以真心建議大家一定要有一個新的觀念 就是家裡面最重要的三個電器 就是電視 冰箱 保險箱 而且啊 保險箱它在風水學裡面講 它也是一個財產安全的象徵 其實就代表說你的財比較守得住 接著呢就是我的廚房了 是不是比我以前的話 好像真的大了很多很多 我後來自己買了一個那個無印的活動家具 來當一個新的檯面 又請小宅時間 他們幫我做了一個這個電器櫃 然後上面又有一些收納的功能 可是因為我們預算的關係 所以其實廚房除了這個櫃子以外 其他的地方呢 全部都是一開始建商就付給我們的 完全沒有再調過 然後這邊還可以再放一個烤麵包機 還有我的炸汁機 對 然後最近也開始煮菜 最後就是我家的臥室了 然後臥室你們可能看起來會覺得 欸 空空的 可是其實這個臥室它做最多東西 只是它裸鬼都吵在細節裡面 下一集再來介紹給大家看 最後就是我家會有兩間衛浴 可是兩間它都是沒有窗戶的 所以全部都要開燈 所以我家主要一個浴室 其實就是有浴缸的嘛 它就會拿來泡澡 然後這一間呢它主要是淋浴的 可是這兩間我都做了超多厲害的小機關 我想要下一集再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 那今天呢就介紹完我整個家了 我覺得我這個家跟一般室內裝潢 最不一樣的地方 你們覺得是什麼? 我覺得是我最近看到的那種房子開箱 通常會讓我覺得比較 就是它每個地方可能都做了什麼 硬裝潢這樣子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家70%都是軟裝潢 像是那個無印的櫃子啊 或是我的書桌 餐桌可以不做系統櫃 跟不做硬裝潢的地方 我會盡量讓它留白 然後自己去買自己喜歡的家具放進來 我會覺得這樣子更有人味 所以我其實這樣一整個家裝潢費用也不會太高 我這樣整個家是200萬以內有找的 然後又非常的讓我滿意 所以 總而言之就是我覺得大家真的要 非常非常的了解自己的需求 不但可以降低預算 家裡多一點活動家具的話 就會有多一點自己的品味 一切都比較沒有那麼自私化 沒有那麼死板的感覺 好 所以今天的開箱新家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如果想要去買那個保險箱的話 你們去找發益金庫就對了 大家再見 掰掰 你看到他想要去買那個人 怎麼會先戲弄 如果你看到他 我們是有關我的人 有關的 insights 我們很快要去買那個人 如果有人想要去買那個人 有反彈 我們很快要去買那個人 Ephesus 都不跟你在我們 我們 cualquier Custom人 我們來買一個人 可以買一個人